衰落強陣影響花蓮沿海的定制漁場 因為矛定基石位移 導致有不少網具遭到拉扯斷裂 初估損失就高達上百萬 另外在吉安鄉某處的木耳香菇種植場 有12個溫室棚架 因為地震劇烈搖晃 損失近5萬包的太空包 這時期拍下3號一早的地震瞬間 鏡頭猛烈晃動 溫室剛架上的育苗木耳香菇 一個接一個衰落之地 走到溫室內 地上佈滿許多木耳香菇太空包 菇農蹲下身子查看受損情況 就算以過去的防震經驗 將原本的木架棚改成鋼架隔網固定 損失營養財重 菇包掉落在之後 然後它減食起來再放上去的話 難免會有一些受損 跟它的菌絲會有一些捏到 然後讓它有受損 不容易出菇的情況 這位菇農在花蓮吉安鄉 種植木耳香菇超過50年 曾經歷過0206大地震 但這回強震導致孤農的12個溫室 近5萬包的木耳香菇遭到毀損 而花蓮沿海漁業同樣受到衝擊 網子都破光光啦 網子一破抓到的漁獲全跑光 這一震導致花蓮沿海的定制漁場 矛定基石位移 存在海裡的漁網被大力拉扯斷鏈 損失至少百萬元 因為我們那個網子上面綁那個石塊 就是因為地震嘛 然後就滑 網子就被扯破了 根據縣府農業觸統計 呈現農漁業損失已超過9000萬元 就盼外界伸出援手渡過難關 這是陳敬業花蓮報導